熱呼呼海鮮湯還冒著煙搭配薑絲天冷 來上一碗真的暖心又暖胃 平安夜一早起床 全台各地寒冷有感 台北地區低溫出現8.6度 創今年該區最低溫 魚湯店生意也變好 多個兩層有啦 天冷喔 熱湯當然 那個客人會比較多啦 本島平地低溫前三名 包括桃園市大溪苗栗陷阱 4.3度 新北市4.5度 另外在高山方面 太平山清晨零下兩度 天氣乾冷沒有下雪 雲湯上面可以看到冷空氣 還是在持續南下當中 那水氣比較偏少 還是要讓棉清晨各地的天氣 還是持續非常的寒冷 還是要多注意保暖 週六平安夜到週日聖誕節 清晨冷空氣最強 要持續到下週一 中午後寒流逐漸減弱 白天天氣略回升 不過下週三水氣多降雨機率增加 又有冷空氣南下 那下一波週三 下雨這一波東北激風雨季 可能會持續到30 三十一這一天 跨年到元旦這一天 可能迎風雨季的降雨 機率會比較提高一點 那中南部的話 它是比較不受影響 都還是維持多年到新的天氣 民眾最關心的跨年天氣 因為東北季風影響 將持續到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部跨年夜氣象局預測 可能會是濕冷天氣 影響到民眾觀看煙火秀的完整度 也提醒要出門跨年的民眾 要準備保暖衣物與雨聚才不會著涼 記者王志文 林醫生 楊宗豔 台北宜蘭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